数据中心沉到水下还能正常使用吗 如今这样的科幻故事在海南变成了现实 大家好 我是人们日报记者曹文轩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领水的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案站 那么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底数据中心工程实验样机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海底数据中心模块的一个数字栏生系统 然后通过在数据中我们能实现 运维人员对数据机房的一个询解 那个叫大尺寸的超大尺寸的一个法兰密封 其实就是这个风头密封 上面咱们可以看到大概有18个大尺寸的螺栓 保证我在设备能够进去布放 同时海水没法通过它渗透进去 上面很多的管线电缆其实都会进入到舱内 进入到舱内其实这些密封也都是我们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挑战 那么从海底数据中心投进后的安全上来讲呢 我们有一个立体的安防网用来对海底数据中心的一个设备安全和信息安全的提供防护 主要包括海岸的雷达网监控 对整个海面的传播和物体的一个实时监控 也包括在海底的一个监护网通过生蜡来进行防水底的像蛙人或一些小目标的一个侵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